快看,这个账号仅仅只是发布韩国女团们跳舞的动画视频 半年内已经获得了18万的粉丝 而这些视频的制作实际上非常简单 只需要将原版的女团跳舞视频做动漫化的处理 使用AI工具即可完成 在过去,这样的动画视频需要使用Stable Diffusion去处理 对电脑的配置要求极高 操作也非常的繁琐 但是现在一款软件就可以帮你完成 操作极其小白还能实现各种各样不同的动漫效果 好,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开始吧 首先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频道 它是23年6月注册的 至今发布了100多个视频 其中最高的播放量已经超过2000万 而即使是最近发布的视频 少则上万,基本也都是有至少几十万的保底 可以说韩流加跳舞加美女加AI几大因素的加持 让它的播放量注定不会低 我们在看播放量最高的这条视频 实际上非常简单 没有任何剪辑 把原来女团跳舞的短视频制作成了动画的版本 这个视频基本无闪烁 但是你仔细看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个脸不是真人 那分析完这个账号以后呢 我就来带大家去制作这一类的短视频 第一步,找跳舞视频 我们直接搜索美女跳舞视频 就可以找到很多的结果 你可以没有特定主题的去做 只是放美女跳舞去吸引大家 也可以像我分析的这个账号一样 放韩国女团,欧美明星 或者韩国男团等等等等 我建议在账号初期的时候 大家可以先做一些有知名度的明星 这样前期粉丝的流量就可以帮助你快速旗号 第二步,打开并安装Domo AI 我这次为大家介绍的工具叫做Domo AI 虽然他们家的AI产品还比较新 但是产品还是非常给力的 现阶段他们家主要是有四大功能 分别是纹身图或图身图 视频转动画 动画人物转现时 以及图片转视频 其中啊,效果最好 稳定性最强的功能 就是这个AI视频动画转绘 这就是Domo AI的官网 在这里点击在Discord中打开 我们就可以加入Domo AI在Discord中的频道 也就是这个小机器人 你可以直接在他们的官方频道这里generate 但是这样大家都能看到你的作品 所以啊,我一般还是推荐大家 将Domo AI的机器人添加到自己的频道当中 在Domo AI的频道中找到这个机器人图标 右击添加APP选择自己的那个服务器 点击继续后就可以在自己频道这里看到Domo AI的这个小机器人啦 第三步视频转动画 在你的频道这里输入斜杠video 上传你刚才下载的视频 并输入一个简单的prompt 比如A girl is dancing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设置框 首先我们可以选择动画的不同风格 这里一共有13种风格 分别是平面动画风格 日漫动画风格 真人动漫风格 中国水墨画风格 3D卡通风格 美漫风格 像素风格 卡通故事书风格 彩绘插图风格 GT游戏风格 纸意风格 和梵高风格 最近他们还更新了非常流行的吉普利风格 整体看下来你更喜欢哪个风格呢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效果 我们继续看其他的设置 下方需要选择 是更贴近于你的原视频风格 还是更贴近于你的prompt 再接下来就是产出的视频长度 分别是3秒 5秒 10秒 和20秒 其中20秒只针对Pro版本的用户 不同视频长度 需要合成的时间也不一样 这里边都有标明 那我自己测试下来 它这个实际等待的时间呢 要比预计等待的时间稍微短一些 比如我这里就选择生成10秒的视频 好 完成所有设置后 点击start即可 是不是非常简单操作机器小白 稍等几分钟 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频道里 看到对应的结果了 怎么样 你觉得还可以吗 通过我刚刚的测试 我相信大家对Domo AI 视频转会的效果 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我个人觉得 无论是这个转会之后视频的稳定性 还是操作的门槛上 Domo AI都做的还不错 我们不需要去写特别复杂的提示词 也不需要配置自己的电脑 只需要简单的描述一下 Domo AI就会给我们一个不错的效果 那我们在开头也提到过 Domo AI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我们这次也测试一下 比如它的图身视频功能 我们给Domo AI一张图片 看它能为我们生成怎样的视频 输入斜杠 然后找到Animate的选项 然后点击上传一张图片 这里它并不要求我们写提示词 那我们回车提交一下 再来等待了一会以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图片下方 有三个从低到高的强度选项 我们先爱它这个默认的低到 然后生成这个三秒的视频 点击提交 那在Domo AI为我们生成的同时啊 我们再提交两次相同的图片 在强度这里啊 我们分别选这个中和高来对比一下 我们看一看在强度调整之后呢 最后的这个结果是否会有很大的差异 好 等待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视频已经生成了 我们看一下结果 除此以外 最近Domo AI已经更新了2.0的版本 在这个版本中相较于过去的1.0 主要是呢 有以下三方面的提升 一 更优秀的算法能力 从而帮助大家去体验更流畅 更稳定的视频 二 更清晰的背景 让你啊 可以沉浸在逼真的场景之中 为创作啊 去注入更多生动的细节 三 更自然 更动态的角色互动 来帮助你打造高同步 栩栩如生的场景 那接下来呢 再和大家说一下 Domo AI的订阅价格 首先 只要你注册了Domo AI 它们啊都会默认赠送给你 45个免费的credits 基本上呢 够大家测试两个视频左右 它有三个订阅的版本 其中基础版是10到一个月 有500个credits 可以生成500张图或30个视频 以此类推呢 还有标准版本和高级版本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具体需要哪个版本 最后我们再聊一聊这一类账号 它的变现模式有哪些 变现模式一 流量变现 如果你做的是短视频的话呢 只要大家在90天内达到1000粉丝 视频播放量达到1000万 那么就可以开启YPP创收计划 变现模式二 卖粉丝周边 虽然我自己不追心 但是我知道粉圈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消费群体 很多粉丝会花大量的钱 去买自己喜欢的明星周边 包括海报 图片 书籍等等等等 所以啊 我建议大家做的号 也可以模仿我给大家分析的那个号那样 不仅仅是发美女跳舞的视频 更多是一些有粉丝群体的 女团跳舞视频 你可以把它们发布到YouTube Shots Instagram或TikTok上 然后挂周边的链接产品 这样你的用户就会非常的精准 变现的可能性也会更高 变现模式三 演唱会门票代理 疫情过后啊 很多明星都在扎着堆的开演唱会 与此同时呢 卖这些演唱会的代理票物啊 也在同步赚钱 作为追星号 在你拥有一定流量以后 通过链接粉丝及明星 去售卖一些演唱会的门票 也是一种非常实际的变现模式 好怎么样 快去试试看用Domo AI 去做一个自己的追星号吧 把美女小姐姐跳舞的视频 用不同的形式展示出来 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效果哦 如果你是纯小白 想要学习更多的AI使用技巧 想要知道更多用AI赚钱的方式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我最新上线的 AI商业实战攻略课程 在这个课程里 我会分享AI相关的所有理论及实操知识 手把手将你赴课赚钱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查看课程 还有三节免费试听课 千万不要错过咯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点赞 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 我是木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 赚被动收入